近日,在成都市皮都区占旗村的台立庄园 90后台湾青年詹浩淳正专心检查蝴蝶兰的叶片和根部情况 确保它们能在最佳状态下生长 这些蝴蝶兰都是从台湾引进的品种 目前正在成都进行培植和推广 来自台北的詹浩淳,大学学的是财务专业 曾在澳大利亚工作 一次偶然机会,他通过在成都从事花卉生意的大博 了解到大陆乡村振兴带来的农业发展机会 便决定前来一世 张浩淳自幼热爱植物,尤其钟情于兰花 最初,张浩淳来战旗村小住了一段时间 在台立庄园协助兰花培育工作 乡村的生活让他逐渐产生了归属感 2023年3月,他正式定居成都 决心像台湾的兰花一样在这里扎根 去年3月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做了很多定位 我们也想了很久,最后我们是考虑在兰花这块去生耕它 因为台湾在兰花这方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它的花旗长,观赏性久,它的颜色也比较多 其实我们就想要在这边培育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品种 然后去推广到市场上 初到成都时,适应新环境对张浩淳来说是一大挑战 然而,当地村民的热情让他很快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他与村民在田间交流 将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与自己的兰花培育知识相结合 探索出了适合当地条件的兰花培育种植方法 在村上,大家都蛮热情的 让我觉得这里就像家一样 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我花了大概三个月慢慢的习惯听四川话 然后慢慢的沟通越来越良好 其实发觉当地的村民他们在做农这方面 他们是有习性的 四川、成都它有它自己的气候 所以我们就要在气候上面讨论出最合适的方法 因为我们种的品种大多都是台湾的品种 然后我们也要试着适应这边的气候 看这边的农耕时期、施肥时期 还有除虫除草的这些时期 张浩淳介绍 由于蝴蝶兰种子不能自己发芽 必须经过组培变成平苗 经历定植、造型、催花等步骤 再花一到两年时间才能开花 一年多来 张浩淳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育种市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大棚里面 我们有上百种来自台湾的原生种 我们有卡特兰 然后蝴蝶兰这边也是从台湾引进的 我们以后努力尽量 再培育出上千种的新品种 在台立庄园大棚里放置着几艘彩色的蓝鱼小舟 张浩淳说 台湾东部的蓝鱼岛盛产兰花 有很多原生种 这些小船最能象征蓝鱼 他也将这些小船带到了2024年 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 他希望借助市园会的平台 让两岸花卉业探索出更成熟的产业合作模式 这次参加成都市园会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推广蝴蝶兰这方面 我们想要尽可能的让大家认识到蝴蝶兰它的美 还有它的好 因为它花旗长 爱看性比较好 我们这次其实花更多时间是在 把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品种引进回大陆 我们想要推广这些兰花的好 如今张浩淳已将成都 视为他的第二个家 展望未来 他希望通过努力在成都建立一个兰花品种保护地 让成都成为大陆西南的兰花育种中心 甚至是兰花之都 我觉得这一年多来渐渐的我也喜欢上这儿 我也觉得这生活方式跟我挺合适的 所以成都以后也是我的家 未来我们更长久的打算就是 我们想要在成都做一个品种保护地 我们想要更多的把品种保留下来 以后不管是推向国内或是全世界 以后可以跟大家说成都是兰花之都